接下來請繼續收看 創意比財竟在運通 行情不曉得如何佈具於第四季 業績成長機油股的 免費諮詢供電話當然是開放者 0800787-588 0800787-588 再次為你服務30分鐘的時間 大半數還不錯 今天繼續一個在軋空 又漲了50幾點 行情真的不錯 親愛的觀眾 當大半數從8488回檔修正 修正了400多點 我說指數的一個方向 如果是多頭 策略很簡單 跌下來要敢佈局 尤其當時候 大半數是跌破月線 同樣會擔心 我知道你在擔心什麼 所以我要告訴你 這是一個右空 記得嗎 上個禮拜二 禮拜三 台股在月線底下 我說告訴你 它在右空 右空完之後 上禮拜是不是大漲100多點 開始在軋空 上禮拜是漲了100多點 禮拜五開地走高 繼續的一個軋空 今天一個大盤數呢 有沒有 漲幾點 漲大概50點 然後你不要小看 大盤這樣的200多點的空間 你做對方向跟做做方向 會差很多啦 你看4979的滑星光 從這一邊開始布局上去20幾% 如果你做多可以賺20幾% 你如果做空呢 是虧損了20幾% 同樣是100萬的資金 你跟我做華星光 我們算20%好了 120萬 如果你做空 100萬變成80萬啊 一來一往 120跟80是差了1.5倍啊 等於差了五成的空間啊 所以你不要小看 整個指數喔 光是200多點的空間 華星光這檔股票就可以賺20幾% 我已經講過啦 台股從7203以來 我告訴你有波段行情 我們可以會有波段個股的操作 起跳兩成以上 起跳多是兩成以上 所以我希望在台股 接下來最好做的一季 是現在第四季嘛 美人兔大概 10、11、12月份 是台股最好操作的一個季 這是經驗之談啦 那其實在台股在打到7203 8月24號那天我就告訴過你了 恐慌性的沙盤已經出籠 當天你要跟我大買股票 不是砍低股票嗎 8月底啊 我告訴你下個月會收紅 還記得嗎 之前不是跟你分析過了嗎 台股之前的跌勢 頂多是3個月或是4個月 修正的4個月它就會開始漲 最多4個月就漲 那這次因為台股激情比較高 來到1萬點嘛 所以它回檔了5個月啊 我說接下來台股 至少會漲3個月到5個月 有機會往上漲3個月到5個月 所以在8月31號 我那天不是告訴過你嗎 下個月9月份一定會收紅 我們來看一下台股的月薪 它有沒有收紅 上個月9月份有沒有收紅 上個月啊9月份是不是收紅 那現在10月份 現在10月5號中紅啊 這你很看到我們對台股長線架構的分析啊 8月底告訴你 台股有機會漲3個月到5個月啦 是不是 那很斷定告訴你9月份會收紅啊 所以9月份的K棒是紅K棒 那現在10月份繼續紅啊 繼續尬空 所以同盟你要做對方向 你真的要做對方向 那方向對了 我給你的策略 跟股票又對了 真實的是如魚得水啊 真的會大賺啊 這不是很清楚的 這檔華漢 洪家軍集團的概念股票 工業電腦機器人啊 今天盤中差一點快攻漲停的 是不是大漲 沒有錯啊 4733的上緯 今天有沒有漲停滿 沒有錯吧 3450的聯軍 今天有沒有大漲 股價是不是創價波段新高 這都是在低檔區 我告訴你要佈局的業績成長性的極有股 所以呢 從7203以來完勝 你看我節目 哪一檔股票 你跟我操作 有賠到錢的 有賠到錢的舉手 那絕對是你操作的問題啊 因為我們操作的股票 都是低檔區告訴你 要積極做進入 不是漲了一大段 在胡亂去追 所以對於現在的行情 10月份而已啦 接下來10 11 12 我都認為會不錯 因為我已經跟你講過啦 從7203以來 台股有機會漲3個月到5個月 有沒有一步步在發生 有沒有一步一步的在印證 我所說的任何一句分析 如果我所講的都會發生 那你不來跟我操作 你要跟誰操作 難道你現在還想做空嗎 應該不會吧 我們節目給你的 那個盤式的方向跟策略 相當的明確 我常常跟你講 大盤給你是一個方向跟策略的運用 方向如果是多頭 跌下來要敢買 上禮拜二 禮拜三 跌到月線底下又空 要敢買 大盤是跌了400多點 要敢買 接下來加空 這檔華漢 9月22號已經告訴過你了 8月營收年成能力高達133% 月線翻樣助漲還會再漲 籌碼很漂亮啦 融資水位在低檔 是不是 所以呢 有低點多要買 23號黑K棒 最低308.5 賣要不中 可以買 9月24號 又是黑K棒又跌了 305.5 隨時會發動 9月30號 來到月線位置附近 站在買幫 最低301.5 我買在308 我買在308 買完之後股價 來到318 接下來呢 上禮拜五來到325 有沒有 漂亮不漂亮 你所看到的是 今天的華漢 再度的衝高 而且盤中差一點工長點 今天最高已經來到357了 上禮拜你跟我買在308的 到今天為止一張50塊錢 一張50塊錢 我給你進場的機會太多次了 一張股票 如果我會持續性的分析 告訴你有低點要買 你覺得你跟我合作的風險 有很大嗎 什麼是降低風險 在它往下修正的過程當中 23號308.5 賣要不中可以買 24號又是黑K棒 305.5可以買 因為隨時被發動 34號提醒你來到月線支撐 我們站在買幫 還是要買 可以買在308 買完之後呢 漲到308 接下來上禮拜五呢 最高327 今天更高 今天357了 這邊是不是暖一點 包括這一天啊 308還是可以買啊 一張50塊錢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選的股票 基本面相當的機油啊 這張華漢我們從5月份開始操作 我就跟你說過 我每次做它 每次都賺錢 沒有一次是了錢 因為它的基本面太棒了 所以只要有低點我都帶你買 你看5月20號我們開始操作華漢 當時候前4月營收成長兩倍以上嘛 宏家軍的工業電腦機器人 每次做都每次大賺啊 光這一段就賺了80塊錢嘛 你看5月營收繼續成長176% 6月營收是不是繼續成長149% 最近7月營收也成長了113% 80塊錢 58是多之前的一個操作績效啊 那接下來呢 4567 那8月份呢 支付持續性的一個成長 8月營收是不是成長了133% 所以當賣壓不中 告訴你隨時會發動 你就要買啊 來到月線站在買的話我提醒你啊 提醒你308趕快買 不買就變成318 上禮拜我327 今天已經357嘛 你知道最新公佈的9月營收 是歷史新高耶 華漢喔 今天10月5號嘛 9月營收大概最慢10月4號要公佈 他今天已經公佈了 9月營收歷史新高 連成長率超過100% 所以你來佈局我的股票 是不是符合巴菲特價錢投資概念 如果都符合了 你認為你來跟我合作不會大賺嗎 7203以來完勝了 哪一檔股票有讓你失望 哪一檔股票有讓你賠到錢 你自己磨心肝想看嘛 開城布公的分析啊 我安靠給你賠到錢 我哪一檔股票給你賠到錢 不用賠 對不對 大格局的老師不怕你們賺 怕你們賺太少而已啊 對那種遮遮掩掩掩 立可擺立可貼的遊戲 本節目你看不到 我們只要告訴你 一檔股票的完整操作 如果賺50塊錢的 整個流程很清楚 因為選對股票了嘛 9月最新的營收 連成長率高達100%以上 對 第三季的營收 也是創下率新高 這麼棒的基油股 有低點當然要跟我買啊 從5月份你給操作 法案每次操作 每次都大賺 我不曉得有沒有 你賺多少啊 這行情 對 才彈升了200多點啊 法案可以賺50塊 法案可以賺快三成耶 波段操作 兩成起跳 這是我們從7203以來 所不變的看法嘛 所以這個行情好不好操作 同樣 你認為好不好操作 你如果做空當然不好操作啊 因為很容易賠啊 但是做多很容易賺啊 真的很容易賺啊 你看看這檔上圍 8月26號 出現止跌訊號 現買現供漲停 當天買在165 當初只公布到7月營收成長率 70%嘛 但我已經推估到 今年有機會賺超過一個股本 當初外資已經開始大買了 所以8月26號這檔上圍 買165 對 買完165之後 又漲到189.5 那當他再度的回檔 收腳指點 逢低再買 因為最新公布的8月營收成長率69% 而且 前8月稅前 盈雨竟然賺超過一個股本啊 本來我在 8月26號佈局同時 還沒有賺超過一個股本喔 當初公布的前7月盈雨沒有喔 但是8月份營收一公布之後 已經賺超過一個股本了 我的分析我的看法 如果多可以讓投秒 讓市場上印證 那你低點就要跟我買嘛 165沒有買的 9月7號 170再買上圍 逢低再買 買1 170的上圍 上個禮拜四 是不是站上月線了 我說這是一個加碼點 160 170 以上禮拜四 最低176啊 站上月線 可不可以加碼 如果你165 170有跟我買的 上禮拜四 我告訴你可以加碼 你一定敢買 因為你已經 買在一個相對低檔的基本單 你已經在獲利當中了 如果讓你的資金 產生一個獲利乘數效果 當然要再買啊 如果上尾今天還會公漲停 上禮拜四 我告訴你 加碼 你敢不敢加碼 加碼完之後 攻漲停啊 恭喜我們的會員 今天可以上圍呢 幾塊錢啊 漲停版呢 206啊 206啊 對不對 我們給你 三次上次的機會 一次再165 一次再170 上禮拜四 突破月線 這條叫月線 加碼 今天攻漲停 206 光是165的那個基本單啊 165的基本單啊 賺幾塊錢 買在165的 今天206了 大概 40塊錢有吧 沒有錯吧 所以 行情 有利於多方的一個操作 你的態度要積極啊 千萬不要保守 當然更不可以放空啊 放空你賺不到錢啊 放空你會賠死 你自己看你現在一個操作 做對跟做錯 一來一往差很多啊 剛才不是跟你講過了嗎 華星光你跟我做 可以賺20幾% 做多喔 你做空耶 賠20幾%耶 其實一來一往就差了五成啊 所以你要小心啊 對於這個行情 我們給你方向 從7月03以來 到今天 我的看法都沒有改變 多頭方向 多頭方向 所以呢 多頭方向 既然一再的被驅立 策略很簡單 跌下來都要敢買 我在八月底已經跟你分析過了啊 台股回檔了五個月 至少會推升三個月到五個月 八月三星下告訴你 下個月一定收紅嘛 所以九月份的月K線是紅的 那接下來呢 十月份也是很不錯的一個中長紅啊 有沒有 九月份紅K棒 十月份才五個交易日而已 五天而已 十月五號就會紅K棒啊 所以對於接下來第四季 最漂亮 最好賺的一季的月份行情 你千萬不要缺席 休息一下 再回到節目裡現場 巴菲特 巴菲特 研發投顧蔡老師 運用巴菲特價值型策略 清選持股穩健操作 是全市場最實在最誠信的分析師 信任蔡老師是您賺錢的開端 出價端線贏了27810909 27810909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效 也了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運達投顧永遠值得託付 0227810909 27810909 巴菲特 巴菲特 運達投顧蔡老師 運用巴菲特價值型策略 清選持股穩健操作 是全市場最實在最誠信的分析師 信任蔡老師是您賺錢的開端 出價專線贏了27810909 27810909 平常工作時總是充斥著各種聲音 所以休假時我喜歡感覺一切嘈雜 讓自己沉澱 享受著片刻的寧靜 Choose your online 得拍氣密窗 豪宅建築大師林永發 大氣揮灑 1600坪綠色城堡 第一宅 500坪藝術林圓中庭 新北影視特區 雙拼大四房 家貿機構年度具現 第一宅 壯力落成 02-2609-8888 歡迎來到節目的一個現場 第二階段時間馬上開始 同樣如果還有任何的問題 需要服務的地方 或是想買什麼股票 不曉得如何進場的 免費諮詢口音電話 當然是開放者 08-00787-888 08-00787-888 再次為你服務 大概剩最後的10分鐘的時間 五分的咖哩咖哩咖哩 那大盤之間表現還不錯 漲了四幾點 漲幅的空間不大 但是只要多頭方向 沒有轉彎之前 有沒有 你的操作不要隨便轉彎 不要隨便放空 這盤從7203以來 我就跟你講過了 沿路在右空咖哩 包括這次84888 回檔了400多點 來到月線底下 對 來到月線底下 很多人會擔心怎麼辦 跌破月線 台股是不是要崩跌 我說它在右空 接下來 是不是連咖哩的三天 上禮拜是漲100多點 禮拜五開低走高 一樣咖哩 禮拜五其實早盤都還可以買股票 都還可以進場 所以現在的操作 你一定要非常的積極 有低點就買 不要等太久 因為個股的一個盤中 那個瞬間買點稍縱幾次 你沒有把握住 隔天漲上去的 你會不敢追 你會不敢下手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們一個操作 來到相對低檔位置 我們都告訴會員 要趕快做積極的介入 因為會員有先來後到 早一點參加 當然會買低點 那晚一點參加會員 沒關係 只要有低點 我還是帶你買 我還是會帶你買 你看看這檔聯軍 9月9號 八月營收今年度的新高 站上月線 現買線工漲停 因為我們看到一個攻擊量 發動點出來 結果我們買 9月9號的一個聯軍 買在126 買完之後 9月24號 這叫什麼 回測月線 站在買方 第二次進場點 當然最低123.5 當然可以買 第二次進場點沒有買的 沒關係 9月30號 上禮拜三 再次回測月線 站在買方 125 給你至少三次的機會 好不好 夠清楚了吧 我們對於電視器觀眾 會員 你想知道的一個權利 我沒有忘記 能講的我盡量講給你聽 我當然希望你 跟我們站在同一邊 因為我們給你股票 是那麼急 八月營收今年度新高的嚴峻 對 給你三次機會 至少三次 9月9號 站上月線可以買 9月24號 回測月線可以買 9月30號 再次回測月線 還是告訴你 站在買方 9月30號 可以買在129 是不是 那接下來呢 漲到131.5 上禮拜我盤中 幾塊錢 139 今天聯軍呢 股價 148 一次 兩次 三次 三次的買點 我都讓你知道 你平均的成本 一定在130以下 今天148 148 對 有沒有兩成 看你用多少資金 來跟我合作嘛 所以對於現在的行情 你只要選對股票 利潤 絕對相當可觀 從7203以來 到今天為止 我們給你的一個報酬率 相當的可觀 有沒有 你看我節目的 哪一檔股票 讓你賠錢 這不是隨便講的啊 親愛觀眾 全國的會員幫我做見證 不管哪一個等級的會員 普惠 特惠 尊龍 龍港款 哪一個等級的會員 有賠到錢 從7203以來到今天為止 方向對了 策略也對 要賠錢很難啊 但要賺錢很容易啊 對 這個行情 就是因為大盤多頭方向 所以你只要順應這個趨勢 跟我們一起來做得多 你有賺不完低利潤 我不是常常跟你講嗎 多頭方向類股會輪動輪漲 你只要 跟我們好好的配合 跟我們買進 符合巴菲特價錢 投資概念的基歐股 你真的會賺翻了啊 賺得翻過啊 真正 老闆 你不覺得很好賺嗎 對 上禮拜告訴你要買啊 308也可以買啊 好賺吧 自133的上為今天漲停板耶 這都是買一點耶 165可以買 170可以買 上禮拜四這邊 站上月線再加碼 今天亮燈漲停 206 有漂亮嗎 你有賺對嗎 你有賺到嗎 你有賺到 要趕快跟上來啊 你還在客氣什麼 多頭行情能賺盡量賺 不要保守 你要保守什麼 有低點就買 上禮拜五 不是開地走高嗎 我們佈局了兩檔股票嗎 對不對 上禮拜五啊 這一檔 想說我可不買 我看到他巴菲特價錢說 衝到今年內路新高 我就開始把它納入我的一個 準備佈局名單啊 那因為Type-C這個一個 插槽 這連接鋪 現在是 手持裝置都會用得到 不管是平板的還是 智慧型手機 都用得到Type-C的這個連接鋪 三大自擬 不管是蘋果 Google 微軟 它們軟硬體 都已經開始在使用Type-C的連接鋪 所以讓它來 八月營收經驗度的新高嘛 上禮拜五月線助長可以買 找盤 上禮拜五是不是開地 開地我買啊 等下我不會跟你吹嘘 我買在157.5 上禮拜五的低點 這邊畫個圈圈就算數 買到當中最低 沒有 我買了幾塊錢 我買在171附近啊 上禮拜五的強硕 有沒有 9點24分 我看到漲停板打開之後 就告訴我買了 第一天起漲 掛漲停板追近啊 對 上禮拜五或許你會認為 我是用追的 沒有錯 但是 那是要追高嗎 上禮拜五的華碩在這邊啊 你如果買在277就要追高啊 那現在呢 月先剛翻揚助長 你買在171 上禮拜五 當然尾盤所漲停173嘛 我不是要跟你分析說我們當天買賺漲停啊 我是要告訴你為什麼我當天敢買 因為禮拜五的高點就是未來低點啊 買在171 你如果上禮拜五沒有買 今天這檔股票有171讓你買嗎 今天這檔股票都在171之上啊 現在177啊 我買171啊 上禮拜五你沒有買 想說已經沒有171讓你買了啊 我不是告訴你嗎 禮拜五的高點是未來低點啊 這是我們的看法跟操作啊 把一檔未來有波段漲勢的股票 在第一個時間點發動了 我們一定馬上通知會員趕快做考驗 因為多頭行情 買點稍縱即是 你稍微不小心不留意 今天沒有買 隔天沒有低點讓你買的 原項也是一樣啊 電子生技雙題材的原項 上禮拜五告訴你月線助長要買 我買了幾塊錢 買在71塊半啊 上禮拜五的71塊半你沒跟我買 盤中間繞到漲停板啊 今天原項有71塊半讓你買嗎 今天開盤就開在74塊半了啊 今天就上去了啊 所以我希望在接下來 台股準備迎接 第四季多頭行情的同時 你要好好的跟緊我們的腳步 我給你佈局的股票 都是符合巴菲特價錢投資 概念的極油股 第一個時間跟我卡位 成本低 你才有辦法享受完整的破斷操作過程 這我提供給你一個重心建議 行情 第四季真的不賴 有任何需要幫忙的地方 請你趕快跟上來 跟我們聯絡上 明天同時節再會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析出客 也有價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就知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阿菲特 同精準的研究判斷 不分就業的運轉 如同親切專業的展業服務 我們講究每一個細節 斟酌每一個環節 帶領會員轉動過地的巨輪 因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征達特務 贏得更好的 700 立架 太平了 你非常詳一 北海南